惠宁时间 天平灭影 她的创作者是日本画家藤岛武二 她是日本西洋绘画领域的中央画家 她的作品探讨了日本艺术家的油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并利用西方技巧进行创作 这幅画创作于1902年 是明治时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 惠宁是在巴尼菊原美术馆举行的画展上 看到了她 画面上在盛开的梧桐树下的女人 身着奈良时代的服装 手持一把古琴 目光温望而典雅 有意思的是她的姿态非常美 众心在右腿上 左膝稍微前倾 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 其实啊这个姿势起源于古希腊 叫做对立式平衡 白这个姿势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就是卢浮宫的正宫之宝 米洛岛的维纳斯 也叫做断臂的维纳斯 在这里画家将日本古典美女的形象 用西方的技法表现出来 将东西方两个古老的世界连接在一起 金色的背景强化了画家的美好憧憬和向往 仿佛回到黄金年代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 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婚礼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